今天家居王 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一起來探討寵物的活動空間 跟你的室內設計 如何來做結合 兩位的室內設計業者 我們首先要歡迎的是李嘉宇 悠悠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好 我是原木工坊的悠悠 好 另外一位呢 同樣也是家居的設計業者 傅艷華 Nova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Nova 好 兩位呢 稍後呢要來一起看到 包括了空間照明啊 還有一些素材的選擇 要如何的運用 因為呢過去有很多人 希望把居家的空間 有一點點分給寵物 但是呢有一些寵物 很活不好動 應該要怎麼辦呢 主人特別花了心思 在老公寓跟電漆的大樓當中 擠出了空間 我們帶您一起來看 你們家裡養了幾隻貓 家裡養了幾隻貓 中間這個房子的時候 最有想到他會用到射什麼 對 就是大概就是空間會稍微 比較大一點 之外還會射一些貓的走道 就會死 這是我們家的櫃子 它是一個烏 就是口天烏的烏 我們家的姓 然後我阿公把它做成一個櫃子 本來是咖啡色 後來就把它漆成這樣綠色 那就會比較活潑一點 阿公喔 其實對他的印象 沒有到特別的深刻 因為 在長記憶之前 他就 他就已經過世了 你特別留了他這個櫃子 對 因為我爸是說 地板一定要留下來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這個櫃子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櫃子應該也可以留下來 做其他用途 這幾個位置它原本是 我們知道老舊長情房 或者他的兩個位置 這一道 這一道 這一道都是 我們當初想法是說 我們可以來做一些燈光 一個照明的使用 再來就是進一步想說 媽咪也好 妳也可以在上面走到 好像就是禮拜老會的 KWALK這樣子 真的是KWALK 真的是KWALK 從門口的裝飾物就不難發現 這個家的主人有多矮貓 就是現在這種 現在那種新大樓的窗戶都是 這種軟式的紗窗 因為其實如果小朋友 就是站在這種地方 小朋友或是貓咪這樣碰的話 其實旁邊都是軟的 很容易就會掉出去 我們自己是覺得有點危險 對啊 所以才會請教育幫我們做 貓砂盆 貓砂盆 我自己覺得啦 貓砂盆是家裡面一個 比較醜的東西 因為很大 所以我就想說 就是我們沙發旁邊的插機 那它空間又夠深 剛好它就可以放進貓砂盆了 從居家設計 就把貓咪放入考量 因為對牠們來說 寵物不只是個笨 還是家中的一份子 剛剛看了很多可愛的影片 事實上大家也很好奇說 這個寵物的Catwalk 還包含了這個活動的空間 應該要如何來規劃 但是為了要照顧更多的觀眾朋友 其實貓跟狗都有需求 我們請嘉宇來講一下 因為你在看說這個貓的走道 還有這個狗的活動空間 大部分如果有分別的話 就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其實貓跟狗個性會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有養 那像狗狗的話 牠就喜歡 牠就是在地上跑 那貓咪牠就是要跳 牠喜歡東跳西跳 所以牆上的設計 可能要多一點變化 對 然後牠喜歡站在高處看你 所以牠喜歡在高的地方 那狗狗的話 那像貓的話 牠就是比較會抓 牠可能會抓沙發什麼的 那狗狗就是會咬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是比較不同 所以可能在高度的設計上面 剛剛我們有看到這個Nover 這個有一個設計 就是所謂的貓道 其實有很多的孔可以鑽 讓貓跑來跑去 但是如果說 其實不管是什麼樣的材質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說 如果動的爪子很利 沒有修剪的時候 不小心 過去相信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你的沙發 可能被貓抓了好幾盒 或者是爸爸很生氣的是 貓或者是狗 把家裡東西打翻了 這應該怎麼辦呢 在材質選擇上 是不是有一些 比較注意的地方 其實我們在選擇材質上 我們會建議客戶 多用一些耐磨耐刮的材質 那像是布沙發的部分 因為其實台灣其實還蠻適合 用布沙發的 那我們會建議說 客人就是可以用耐刮耐磨的 就是布的材質去處理 對 那如果是瓶子方面 是不是像一些玻璃啊 或者是說陶瓷就盡量不要使用 對當然陶瓷可能就我們建議說 我們會在幫客人 在做空間規劃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就是 比方說設計在比較高的櫃子上 然後我們會有門片做一個保護 所以基本上開放式的空間 大家盡量不要放 容易破掉的東西 是的 沒錯 也避免寵物會受傷嗎 因為一個人在家裡的時候 可能就會自己在這邊跑來跑去 那如果說整體的規劃看起來 剛剛這個聰明激進的感覺 大部分大家覺得很明亮 但是又有如果你在設計上面 會不會依照它的特性做一些顏色 或者是材質上面的變化 其實會比較活潑 因為其實大部分養動物的人 他都喜歡顏色很活潑 然後家裡很溫馨 那像你就可以比如說 你買一些現成的家具 也是會有一些機靈空間的考量 比如說你可能要買個狗狗的窩 或什麼的 它剛好要塞在某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用定做的方式 然後定做你要的顏色 和它的功能這樣子 所以現在定做 反而是一個大的趨勢 會比較好配合你家的機靈空間 然後你的風格 你就不會說買現成的放在家裡 不見得是符合你的需求 或是你的顏色這樣子 那Norban你在設計的時候 會不會運用一些小配件 來增加一些比較融合的感覺 因為基本上大家如果說 家裡有寵物的話 剛剛看到兩位的作品 其實都是很溫馨的 或者說跟牆壁 還有這個沙發 或是整體的感覺 連在一起的 你會用什麼配件 來增加它的整體性 我們會用一些小配件 比方說一些成板 或是一些造型上的變化 讓這空間 比較多一些活潑的感覺 然後讓這業主跟我們的小貓咪 它的家人可以很快樂生活在一起 所以成板是一個考量 那過去如果說 有一些很多寵物的玩具 應該要怎麼收納呢 我們會其實在我們在設計上 我們除了說幫客戶想到說 它的那個手 它的一般的 它自己物品的收納空間之外 我們就是它的 它的貓的 比如說貓沙 我們會設計一個特別的櫃子 讓它可以從裡面進出 那事實上我們 就是它進去裡面的時候 它並不會感覺到貓沙的存在 所以就是要有點隱藏式的空間 對 隱藏式的收納 就是看得見 但是你可能感覺不到它的存在就對了 所以如果說 有一些小家庭 其實目前男女朋友 一起養貓養狗 還滿常聽到的 尤其是年輕人嘛 相信兩位都有接觸很多這種 客戶方面有這樣的需求 但是如果過去觀眾朋友 你有看過 瑪莉與我這部電影的話 可能就會發現了 家裡養了一隻狗 但是呢 新生兒要出來的話 怎麼辦呢 很多人很苦惱是 居家環境設計 會不會完全不一樣 或者說 有了小朋友 反而會有點綁手綁腳 因為過去寵物的活動空間 反而現在好像要留給小朋友 你會怎麼辦 我之前是有做過一個客戶 他也是像你說 原本是情侶 然後後來結婚 那有了寶寶 那他們家有貓咪 那他很怕貓咪在那邊 飛來飛去的 所以他把他的書房 改成玻璃屋 等於說他把書房 加了玻璃的門 然後其實是可以看得見 然後裡面就是 把貓放在裡面這樣子 就是把一個房間 變成一個 穿透性有玻璃的空間 所以等於說 他可以看到寵物在做什麼 避免說有意外的發生 也可以看一下小朋友 是不是安全 對 而且也不會太小 對 所以看起來空間大一點 反而就是讓他有一種 就是穿透的感覺 對 不會有這種屏障的感覺 對 那如果Nova是你的話 你會如何來運用這種 比較好的想法 來進行說 現在如果說真的有一個寶寶 我們不得不做一些取捨的話 你會怎麼建議 其實我們的研究就是 根據這十年的科學調查 就是說其實如果家裡有小貓咪小寵物的話 其實反而對嬰兒未來長大 他的那個過敏 就是他的免疫能力是更好的 所以反而是我們會建議說 既然如果說今天多了一個小寶寶 那我們可以就是我們的貓咪跟小寶寶 其實都是一家人 我們可以就是 在規劃的時候就是其實 是可以很開心的在一起的 就是我們不會特別去 就是去做一個 比較分離式的一個方法 所以反而是融合整體在一起 那小朋友在這個 比如說過去很多的大人 在養貓養狗的第一個考量就是過敏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降低這樣的現象 比如說這個貓的毛或是狗毛 如果在清理上面 會不會有一些比較方便的措施 像我在設計寵物的整個空間裡面 我通常都不會有小縫縫 比如說床它就不會有四個角 貓咪可以下去或是毛會滾下去 那我就會整個做落下來 就不會有一些死角 其實在清潔的時候 你也會比較好清潔 然後可能空間是比較開放 是沒有太多的零零角角 那你在西地打掃的時候 也會比較好清潔 好 那Robert呢 你可以講一下說 如果說在一些空間的放置上面 怎麼樣會比較不髒亂 我們建議就是我們家具擺放上 就要注意就是 像剛剛李設計師講的 就是我們不要有太多的腳在這邊 然後或許家裡可以買一個艾羅吧 然後在家裡可以做一個清潔 每天吸塵器很重要就是了 因為其實貓跟狗牠一定會換毛 那這是牠自己本身的生理現象 我們就是作為牠的家人 我們就好好照顧牠 然後有一個好的清潔器 然後把牠家裡收納很乾淨這樣子 好 也希望這個有寵物的陪伴之下 讓大家的居家空間跟生活環境 更加的有趣 今天非常謝謝悠悠跟Norma 來到現場的分享 更多精彩內容鎖定燒的節目 我們馬上回來